第十六集 粉红衬衫对我说 你们经验十分的丰富 应该驾轻就熟了才对 这绝对是比大喇嘛 你们不会空手而归的 我们家喇嘛 分成一向很公道 我说 到了这份上啊 我还会在乎钱吗 老兄 你这狗屁的地方 我一看就知道 肯定危险的不能再危险了 进去 有命出来嘛 你对你自己的身手 这么没信心 你之前去的那几个地方 也不是好地方啊 我心说那不一样啊 那些地方我知道危险 但是我去之前 都发生了很多事情 使得我的前往成为必然 但是一次一次的冒险 谜底却越来越深 到现在 我真的提不起勇气再来一遍 很多时候 一件事情 你即使再渴望 但是拖得太久 你也会慢慢失去锐气 即使我知道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可能很关键 很可能是整个事情 一块不可失去的拼图 但是我的第一反应 还是拒绝 粉红衬衫 就有点为难 看了看老太婆 老太婆说 你别拒绝得这么快 好好考虑一下 只要找到那座楼 我会立即告诉你一切 你可以先告诉我 老太婆摇了摇头 你是无老狗的孙子 我不相信你的人品 说话不算话 是你们家的传统 我也摇了摇头 不好意思啊 你不信任我 我也不信任你 老太婆叹了口气 哎呀 你不去 只代表你一个人的想法 你们呢 说着 他竟然看向了闷游瓶 胖子立即说 我们三个是一条心 共同进退 绝对不会被你们挑拨的 不过 天真说不去 那 那是你们的诚意还不够啊 老太婆呵呵一笑 钱的事情好说 主要是你们想去 不想去 我心说胖子光给我捣乱 刚想摇头拒绝 心说这一次 我无论如何 也不会轻易答应下来 忽然 就听一边的闷游瓶说 我去 我经历一下 一回头 就看到闷游瓶看着我们 我和胖子对视了一眼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刚想说话 老太婆已经说了 好 一个去了 我有点反应不过来 有点恼怒 感觉事情一下子脱离了我的控制 那一瞬间想说不行 但是我随即就意识到 自己根本就没资格说不行 这本来就是别人的意愿 那一瞬的感觉 让我很不舒服 老太婆就问我和胖子 你们怎么样啊 胖子立即说 我也去 我几乎没气死 简直不可思议的 看下了他 心说 刚才他妈的是谁 说三个人没二心的 胖子说完 立即凑过来 在我耳边说 我靠 小哥答应了 你要是不答应 小哥就转手了 到时候 你找他就难了 我一想也是 我靠 这个时候说不去 那等于就直接推出游戏了 老太婆看着我 你呢 快点决定 我们马上就要没有时间了 好吧 不过 丑话说的前边 如果太危险 我们会退出 老太婆拍了拍手 粉红衬衫说 那么欢迎成为一伙 我来给你们说说 我们的目的地 是什么地方 听完之后 我们在三天内 就会出发 小花 非常快地 把整个计划 和我们介绍了一遍 我觉得 头昏脑胀 感觉受到了身体 和心灵的双重打击 前面的 勉强听了一点 后面的 基本就什么也 听不进去 很难说 那是种什么感觉 大约可以说是沮丧 比如说 你在好好的 和别人聊天 忽然冲进了一帮人 对你说 你好 我们后天去玩吧 我都根本没时间 去考虑 后天是不是有时间 他又说 如果你去了 我就给你很多钱 但是你必须 马上决定 否则机会 就给别人了 然后开始倒数 这时候 你的朋友 纷纷表示同意 在这种情况下 人根本就没法思考 接着 他们开始兴高采烈地 讨论去哪儿玩 而我 这才冷静下来 事后想想 这真他妈的 像一个憋脚的骗局 他们走了之后 看着小花留下的图 我问了胖子几个问题 才搞清楚 他们到底要去哪里 我首先明白的是 这一次 不是一支队伍 是两支 有一支队伍 会前往广西八奶的湖边 另一支队伍 前往四川 而两支队伍 似乎是有联系的 不是各管各的 我看到他们设置 有联络的体系 通过各种方式 两支队伍 似乎会交流 某些信息 为什么会这样呢 胖子说 小花说 他也不知道 但是老太婆说 这非常必要 这两个地方 一定有某种联系 必须两边配合行动 去广西那边 显然是为了 那座鼓楼 小花说 他们分析那座鼓楼 应该就在山里 很可能被包在 整个山体之间 他们要找到 我们之前出来的缝隙 再次进去 很可能能通过那些缝隙 找到鼓楼的位置 而四川那边 我立即就想到了 金万堂说的 史上最大盗墓活动 发生的那个地方 看来 果然所有的这些 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胖子说 他决定去广西 因为他想云才了 这一次 一定要带很多的礼物回去 顺便看看能不能订婚 我都不想这些 看着门游瓶坐在那里 盯着那几张纸看 我深吸了口气走过去 就问他 为什么 他抬头看我 没有任何表情 我又说 你答应之前 应该和我们商量一下 我觉得 今天我们上了他们的当了 他低头继续看那些图纸 只说了一句 和你 没关系 我 我为之气节 想继续发火 去见他聚精会神的 看着那些图纸 显然并不是在发呆 而是在研究 我看着他的眼睛 一股距离感扑面而来 忽然就意识到 闷游瓶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种距离感 其实我并不陌生 那是他失忆之前的气场 他失去记忆之后 我一度失去了这种感觉 但是 忽然 他就回来了 难道他恢复记忆了 我心中一个机灵 却又感觉不像 如果他恢复了记忆 他一定会忽然消失 不会顾及任何东西的 我叹了口气 不敢再去惹他 心里琢磨着怎么办 忽然 就见他起身朝外走去 胖子精力下 挑了起来 什么情况 闷游瓶走到门口 忽然停了下来 看着我们说 你们 谁有钱呢 我和胖子对视了一眼 都走了过去 我问他 你想干嘛 他淡淡说 我要出去 买样东西 我又和胖子对视一眼 我无法形容我的感觉 但是我忽然想笑 不知道是苦笑 还是莫名其妙的笑 胖子 一下勾住他的肩膀 好啊 小可怜 我终于觉得 你是个正常人了 来 让胖爷我疼疼你 你准备去哪儿 连卡夫 还是动物园 最终 我们还是没有出去 门口卖驴肉火烧的 是货家的人 把我们劝回来了 说现在出去太危险 如果要买什么东西 明天开单子就行了 第二天是采购日 秀秀秀 秀秀过来 要我们把所有需要的东西都列一下 他们去采购 胖子狠狠地敲了他们一笔 等晚上装备送过来之后 我们才发现敲得最狠的 是闷油瓶 因为他的获利 有一只一看就价值不菲的盒子 秀秀说 我奶奶说 你会需要这个东西的 闷油瓶打开之后 就从里面拿出了一把骨刀来 大小和形状 竟然和他之前的那把十分相似 拔出窍来 寒光一闪 里面是一种很特殊的颜色 只是刀刃 不是黑金的 从我们家库里逃来的 你要不耍耍 闷油瓶掂量了一下 就插入了自己的装备包里 胖子吃醋了 我靠 为什么不给我们搞一把 这种刀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用的 太重了 其他的装备 大部分以前都用过 胖子的砍刀 他还不是很满意 说刃口太薄 砍树可能会崩 还是后背的砍山刀好用 我都没看我的东西 都是胖子帮我写的 我看着他们收拾装备 就觉得很抗拒 在一边休息 之后就是休整期 小花他们要做准备工作 我们就在这宅子里休养 休息给我搞来了台电视机来 平时看看电视 闷油瓶就在一边琢磨那把刀 看得出在重量上还是有差别 他在适应 这段时间我无所事事就一直在琢磨着整件事情 尝试把最新得到的信息 加入以前的推断之中 看看会有什么变化 如果我们暂且把当年逼迫他们进行史上最大规模盗墓活动的幕后势力 称为他 那这个他得到了无数的鲁黄帛之后 可能早于求得考破解了帛书的秘密 而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 这些活动可能都是以失败告终了 而作为活动成功的回报 老九门的所有人都得到了一些现在看来微不足道 但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东西 背景 于是在红色风暴中 这些本来会被批斗死的人 虽然也过得相当低调 但是家底关系都保留了下来 他们的子女被作为人才的储备 大多进入了文物系统 很难说这种倾向是自然形成的 还是因为某种潜规则存在 虽然没有实质的证据 这个他 必然在其中作用甚大 我甚至怀疑当年的求得考解开博书的方法 是由某个或者某群和他有关的人带出秘密透露给他的 胖子说 那个年代民进国退 社会风气开始放开 很多以前了不得的东西 比如说工会 居委会的作用越来越退化 胆子大的人开始做小生意 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那个时候开始搞起来的 同时外国人也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里 新的事物全面替代老的事物 这个他所在的体系可能在那次更新中瓦解了 和现在的企业一样 虽然组织瓦解了 但是项目还在 有实力的人会把项目带着 继续去找下一个投资商 也许在他的事例中 有一个人或者一群人 因为某种关系和求得考进行了合作 进行还未完成的项目 张家楼考古活动和西沙考古活动 应该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这样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这两次的活动规模 比当年老九门的活动规模小得多 甚至需要三叔自己来准备装备 同时也很难说是有意还是无意 潜伏在文化系统的老九门的后代 被集结了起来 时过境迁 又过了近二十年 经济开始可以抗衡政治 老九门在势力上分崩离析 但是因为旧时候的底子 在很多地方都形成了自己坚实的盘子 祸家 蟹家 在北京和官换联姻 我们吴家靠三叔的努力 在老长沙站稳了脚跟 其他各家要么就完全洗白做官 要么干脆就完全消失在社会中 这个时候 很难说这个他是否还真的存在 从文锦的表现来看 这个他可能还是存在着 但是和这个社会其他东西一样 变得更为隐秘和低调了 我非常犹豫 是否又把霍灵的事情告诉老太太 霍老太太这种执着 我似曾相识 同时又能感同身受 我以前的想法是 我没有权利为任何人来决定什么 我应该把一切告诉别人 让他自己去抉择 但是经历了这么多 我现在却感觉到 有些真相 真的是不知道的好 知道和不知道只是几秒钟的事情 但是你的生活可能就此改变 而且不知道 也未必是件倒霉的事情 可惜呀 有些路走上去就不能回头 决绝的人可以砍掉自己的脚 但是心还是会继续往前的 答应之后 我们又交流了一些细节 要和闷游乒乓子分开下地 我觉得有点不安 又有点刺激 但是老太太说的很有道理 又是闷游乒自己答应的 立场上 我有什么意义根本没用 要么就是退出 而这是不可能的 而胖子急着回去见云彩 根本就没理会我的感受 另一方面 我实在是身心俱疲 走闷游乒那条线 说起来万分凶险 我想起来就觉得焦虑 对于他们两个 我有些担心 但是想起在那个石洞里的情形 当时如果没有我 说不定他们可以全身而退 回想以往的所有 几乎在所有的环境中 我都是一种累赘 所以也没什么脾气 好在老太太估计 他们那边最多一周就能回来 老太太胖子和闷游平 确定是在三天后出发 回巴乃 我和谢雨花 比他们晚两天出发去四川 因为我们这边虽然安全 但是设备十分特殊 需要从国外订来 这让我有点不祥的预感 之后的几天很惬意 因为不能出去 只能吃吃老酒 晒晒太阳 我时不时总是会焦虑 仔细一想 又会释然 但是如果不去用理性考虑 只是想到这件事情 总会感觉哪里有些 我没有察觉的问题 不知道是直觉 还是心理作用 胖子让秀秀给我们买了扑克牌 后几天就整天出大地 小丫头对我们特别感兴趣 天天来我们这儿陪我们玩 胖子只要他一来 就把那玉玺揣到兜里 两个人互相平来平去 弄得我都烦了 三天后 他们就整装出发 一下整个宅子 就剩下我一个 老宅空空荡荡 就算在白天都阴森了起来 这时候才感觉到秀秀的可贵 我们聊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 忽然就很感慨 在我们什么都不懂的时候 在房间里的那些大人们 竟然陷在如此复杂的 漩涡中